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拥抱心理 我是拥抱心理的所长 智商心理师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创伤这个议题 其实是很好奇 但是又很懵懂的 大家其实来做心理智商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提到想要来谈自己的创伤经验 可是又会对于创伤是什么 或者是创伤如何影响自己 这些概念其实都非常的模糊 甚至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次的专题 我们要来谈一谈创伤是什么 以及创伤如何对一个人造成影响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是拥抱心理智商所的江奇兵智商心理师 奇兵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孟许好 大家好 好 因为什么原因会邀请奇兵 是因为奇兵其实常年都在跟个案的工作 其实是去谈创伤的这个部分的嘛 所以其实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 一定有很多跟创伤一起工作的经验 所以今天会想要邀请你来跟大家聊一聊 认识的创伤 所以第一个我就想要问的一个是 有没有一个故事也好 或者是一个过程 可以形容一个创伤对一个成人的影响会是什么 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么在这边我想我就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也会在我们今天后面的这个话题里面 常常会在看到她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位女士她告诉我说 在她小的时候 她的妈妈是主要在管教她跟带领她的人 那她的妈妈是管教很严格的 那妈妈这位母亲就是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就是做功课 然后她的学业成绩的这件事情 所以妈妈就规定她说 一定要先把功课做完 然后你才能出去玩 但是小孩她就是都是喜欢玩的 所以有一天她就是先跑出去玩了 然后她就去抓蝴蝶抓瓢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等到她的妈妈要回家的时间快到的时候 她才匆匆忙忙的跑回家 那当然就是她的功课都是没有做的 那妈妈回来就看见她的功课都还没有做 然后她的妈妈忽然之间就是大爆炸了 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把她痛打了一顿 那关于这件事情 这位女士她告诉我说 她一直后来她只剩下 就是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画面 留在她的心里 只有画面而已 对 那有一个就是说 那时候她被打得很严重 她觉得她好像快要昏倒了 快要失去意识了 然后可能在这时候她的妈妈停下来了 那么那小女孩就发现说 她的那个腿上啊 就留下很多一条一条的伤痕了这样子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她觉得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 这个母亲这个妈妈 她平静下来了之后呢 她就是帮这小女孩敷药 帮她擦药 帮她检查伤口了 然后后来这个母亲 她就也抱着这个小女孩 然后哭泣起来 她流下眼泪 所以是这两个画面 她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两个 对 对这小女孩来说 她告诉我 就是一种心里面的感觉 她心里面的感觉 然后她就是说 那时候她感觉她本来是很恐惧的 就是被母亲处罚 其实是很害怕的 然后在她妈妈抱着她哭泣的时候 她觉得她好像心里面慢慢放松下来 然后她感觉她的心里好像有一股暖流 在流动啊 然后就在这时候 那小女孩就问她的妈妈说 妈妈你刚刚那样打我 可是你现在在哭 这是为什么 她想要跟她的妈妈对话 然后就在这时候 她的妈妈忽然 就好像变得很不耐烦 很不耐烦 然后妈妈就说 没有啦没有啦 你不要再问了 然后就离开那个小女孩 那所以呢 就是 那位母亲 就看起来好像是生气了的样子 对 那所以呢 小女孩看见 她妈妈就是这种 好像转换很剧烈的一种 情绪状态 一下子很凶 一下子好像很温柔 可是好像又变变变生气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那种落差的反应 对 那小女孩 她也就不敢再追着她妈妈问 但是这件事情就好像是 一个冻结的画面 就留在她的心里面了 有一个冻结的画面 一直到这小女孩长大 她过了很久以后 这就好像是命运的安排 她决定 她也决定说她要成为助人工作者 对 那她就成为社工师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是都会需要经过自我疗愈跟自我探索的这个过程 对 所以她也就才慢慢的在她探索过程里面 她发现说其实她的妈妈在小的时候 曾经是家庭里面是有婚姻暴力 就是她的妈妈也看过她的爸爸跟妈妈之间的暴力冲突 你说其实这个是有点像是前一代 就是这个小女生的妈妈的自己的原生家庭 就她也有目睹家暴的这个状况 对 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是她的 就是小女孩的母亲她自己没有办法去消化 就是说对她的妈妈来说 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个秘密 是一个秘密 是一个秘密 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那小女孩会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 她就是 就是在家庭聚会 家族聚会的这些过程里面 她听见其他的亲戚在描述 对 她们在谈 然后她们在说一些以前的故事 是 然后她自己有一些猜测 然后她拼凑出来 说原来妈妈的过去的家族里面 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 是 所以 这小女孩她的故事是走的蛮长的 她好像就是必须在一个 再次认识自己 然后她要疗愈自己 发挥自己潜能的这个旅程 意思是说 她 这个就是她的那个冻结的画面 其实也 其实也常 听起来也藏在她心里面 很久很久 直到她开始 因为成为作文工作者 然后可能是透过疗愈 可能是去做心理諮商 然后 可能在家族聚会里面突然收集到的一些讯息 她也发现 就是说 妈妈的这个 情绪的变化 好像可能是有一些过去的原因的 对 OK OK 这个故事要 可以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这个故事是不是在说的一个 奇品你说的这个故事 是不是要来跟我们讲的是 创伤 创伤到底会怎么影响自己啊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知道 例如说这个妈妈好了 其实听起来 她 这个 就等于是家暴目睹嘛 听起来是有 对她是有一些创伤 可是 对这个妈妈来讲 这不仅是一个秘密 而且 也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状况 在你的 临床经验里面 很常发生 对不对 是的 那你的个案会不会问你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 我有创伤经验呢 其实这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自己主观的这种感觉 都会有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 那其实就像 这一对母女 就是小女孩跟她的妈妈 那对这个小女孩来说 她在长大过程里面 她就会觉得 她 跟她的妈妈的相处里面 好像有很多的感觉 她自己心里面感受是没有办法被 被接住 被接纳 那所以这个小女孩她渐渐的她会觉得 她自己是有创伤经验的 但是对她的妈妈来说 她妈妈并不觉得说 以前家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 对她自己是有造成蛮大的影响 所以对那个妈妈来说 她并不觉得她自己有创伤经验 但是虽然我们会 等一下慢慢的谈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 那个妈妈心里面她是有创伤的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我们自己有没有创伤经验 其实这是要看我们自己 你自己对自己的主观的这种感觉 那也就是说 有时候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情 我们人生在走 一定都是会有挫折 对 我们从小到大会有大大小小挫折 但有些挫折 如果你感觉你是可以跨越的 对 比如说去参加比赛 但是失利了 就是不是你理想中的那个成绩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伤心难过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家人 你的老师可以安慰你 然后你又可以 这件事情你可以跨越 你可能在下一次有得到好成绩 或者是你心里面有一个观念 你会觉得说 比赛的成果都不是重要的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一件挫折大概就不会变成 变成像是一种创伤的感觉 可能这个挫折就是一个挫折 真的它就会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 曾经有过的一个 可能自己不太满意的经验 类似这样子 对 不一定会累积成 不一定会变称 是我觉得哇这是一个 很创伤的一件事情 对 是的 是这样 然后而且我们有时候 也会有一个观念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挫折是可以让人成长的 对 这不是台湾人最重要的 那个什么 失败成功之母 对 我们常常会这样说 那但是 就是我们会 关心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一些事情 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就是你如果就觉得说 你心里面这件事情 就是像是一个 疙瘩在那边 好 过不去的一个坎 对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关心 或者是好像奇兵在说的是 如果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有没有后面 你有遇到一个状况是 他有一些个案 他很强烈的会在意识上 跟自己说 这是一个小事 这是一个小事 可是可能他在 在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 比如说情绪就会 突然就溃体了 然后可能 例如说会 就是类似这样 其实可能也是一种 创伤的影响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 其实就是在 情绪强烈的那些当下 不管是说 忽然出现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溃体 悲伤的感觉 那甚至有时候像是 很愤怒的这种感觉 出现的时候 都是有可能就是好像 让我们又想起了过去 类似的情况 或是类似的情况 所产生的一种印象 那是留在我们心里 所以一部分有可能是 真的那个主观的感受 自己主观的感觉 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好像也在想的是 可以观察自己 是不是在某一些情境下 容易有一些 非预期的 比较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 或者是 一些画面会回来 对不对 常常也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 这些对象 这些朋友们 他们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是他身边的人 推动他来諮商的 也就是说 他也许啊 就像我们前面的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位妈妈 他就会想说 对 对 我并不觉得我有受伤 我并不觉得我有问题或状况之类 对这样子的 但是就是他身边的人觉得说 你要不要最好是去跟心理师谈一谈 你去运用一下这个资源 那 常常会发生的情况 也许就是 他身边重要的人 在跟这位朋友相处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好像不容易 那比如就是 他好像很容易就是 因为小事情就生气 那或者是像你刚刚说的 有一些事情说一说 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类似像这样 那他的朋友们 或是他的家人 就会有感觉到 好像有一些 重要的事情是在他的心里面的 整理一下 齐平心理师刚刚分享的 其实好像 因为齐平心理师 其实是荣格学派的 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是 一种是意识上主观的知道 这个 这个有一些经验或感觉 真的让我很不舒服 这也可以是一种 创伤的部分 或者是第二种是 无意识的 就是 莫名其妙 可能情绪就会被沟动 画面就是会有一些 过去的经验会回溯 然后或者是 我自己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旁边的人 看到我 其实 觉得可能有一些影响的 就是无意识的一种部分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其实 除了主观 应该说有意识跟无意识以外 我知道还有一个词是 现在大家很常用 就是所谓的PTSD 可不可以也请齐平心理师 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其实现在大家蛮常会用这个词的 可是不一定搞得清楚 这个是 在讲什么 如果想到PTSD 它的全名就是 就是叫做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对 那通常很常见的就是在天灾发生之后 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例如说像是地震 风灾 风灾 它之前有讲 例如说火车的这个 对 出轨的事件 对 就像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那么 通常就是 遭遇 可能就是 你如果人是在现场 在那个灾难的现场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 好像那是一个很 急性的 很极端的 那个压力的情况 那刚刚遭遇之后 可能就常常会觉得 你心里面是会有一些困扰 那反应的方式 大概就是 你会 不自觉的那种 那个 灾难的那个画面 会 好像重现在 你的心 在人的心里面 那比如说 你也可能会常常 在那段时间 常常做噩梦 那 这就是 通常PTSD 它是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那有一个就是讲说 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不自觉的重现 对 就是那个强迫性的回忆 会不断的出来 一个画面 一直一直 一直回溯 这样子 然后会做噩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比如说 会高度的心理警觉 的这种后遗症 就很紧绷 然后也可能影响到 睡眠啊 然后 平常的生活啊 类似这样子的部分 对 就像这个 然后可能也很容易被 惊吓 然后再来就是 会有一种逃避的反应 逃避那种 很 在惊吓的当时 很困难的那种情绪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要隔离自己的情绪 或是 会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好 那这些都是 就是 在灾难的那当时 有一种很极端的恐惧 跟一种很无助 真的是 失去 自己失去控制的 这种现象 所带来的 也再问一下奇兵像 我有遇过 比较是亲友 例如说可能 就是 例如说他的 亲友的家人 在某一个地方 发生车祸 可是刚好他 其实也是在 就是在一起 遇到车祸的 然后他后来就说 其实他没有办法 再去 路过那一个 例如说 可能是某一个 街角 或者是一个地方 他会需要 绕 他知道 他自己知道 他快要走到那里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会有 很 很不舒服 可能会有一些 生理的反应 或者是一种 很恐慌的一种感觉 他就会一定要 绕开那个地方 就算要走 比较远 他都会觉得 他至少 比较 比较安心 安心 或者是 我也有听过 一些人分享 是当他 有某一些 那个画面 要回来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很紧张 然后他可能要去 他就要去洗手 然后我就 他就 我就 其实有问过这个朋友 说你为什么一直要 洗手 他就说 正那一瞬间 他会有一种 很脏的 很脏的感觉 好像 附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就说 他要趕快去洗 一直洗 他就会觉得好像 他就会觉得至少 他把它洗干净了 其实 这些也都算在 这个 可能算是一种 PTSD的反应 对不对 对 那像刚 你刚刚提到的 这些行为 或者说这些 反应的状态 嗯 其实我想他们 都是 可以说它是一种 像代表性 我们会可以看得到 这些行为里面的 一些象征 象征的元素 例如 就比如说 那个火车事故的 那个现场 不能再把它绕过去 就是为了要 避开 那个会让自己 再感觉到 很焦虑的 那个情况 对 然后还有 你刚刚提到的 我想更接近一种 好像象征的 感觉的 就是洗手的 这个行为 有时候我们就是 感觉说 这个洗手的行为 跟 他平常 或说他遭遇到的 那件事情 好像看起来是 没有关系的 但是 那位朋友 他会一直 要持续 这个行为 我想 应该是 会跟 他 就是 过去的 一些 生活的经验 有关系 那这些 就是像是 不是那么明显可见 我们马上可以了解 是什么样的 关联的 这个事情 有可能 就是可以在 跟心理师 或者是跟你 真的是很接近的 你觉得安全的 那种情境下的人 谈话或工作的时候 是可以慢慢去知道说 比如说 洗手这个行为 跟我自己的关联是什么 或者是 你有遇过 我有遇过 听过的是 他 其实不断不断的 日没日没夜的 在工作 然后他的家人 或者是他的伴侣 就会 跟他抱怨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工作啊 然后他后来 他就会说 可是当他 不动的时候 就是他 休息的时候 他的内心会 有很多 让他觉得很可怕的感觉 可是他不知道 这是 什么 跑出来 他觉得太可怕 太痛苦了 所以他宁愿一直工作 这也算是一种 就是看起来好像毫无关联 然后 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 可是可能 那个也都是一种 也许是一种 潜意 就是被藏起来的 一些创伤的 反应 对 是的 没有错的 那么呢 像我们 刚刚在讲这个 PTSD 有几个 重要的 一些 一些 算是知识 或是变成现在的 一个尝试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就是比如说 在急性 我们会说 这个PTSD的 这个反应 它可以分为 急性跟慢性 像是这样的 OK 那比如说 急性的压力的反应呢 就是 刚刚讲到的那些 我们说 有点像症状 的那个状态 它可能会在 就是创伤事件发生之后 三天到一个月之间 会一直出现 OK 但通常我们会说 可能少于六个月 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形 就会减少 比如说你失眠的情形 然后觉得好像情绪要隔离 就是觉得人可能看起来 有一点没精神 呆呆的 呆呆的 黄色 对 像这样子的情形 少于六个月 那么 因为我们身体 我们人 其实会有 自愈机制 对 就像有时候我们感冒 但是自己会好 对 那情绪上面的这种 一种很压力的感觉 它也是有可能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形 呃 没有办法在 比较短的时间内 呃 就自己好了的话 呃 就可能就会变 演变成慢性的一个压力反应 哦 那就比如说这个困扰 呃 长达六个月 甚至更久 更久 比如说像我刚刚 说的 就是 可能会 呃半年 就是绕到这件 这个这个过程 可能就是真的很久了 或者它洗手 其实已经 真的好很久很久 他大概就是 就是他就觉得 这就是他生活里面的 一部分 一部分了 可是所以这种 就会是 比较慢性的 创意PSD的状态 对 好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 嗯 一开始 我们就去 身心科 呃 看一看 或是你直接 呃 运用心理諮商的资源 嗯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 帮忙自己 就是让 呃 心情比较放松 然后你让你的生活 回到 呃 好像你 绝对比较舒服的 那个轨道上面的 嗯 因为今天啊 就是我不知道 今天真的很谢谢齐平心理 是很仔细的跟 很细致的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 呃 创伤 对一个人的 创伤是什么啦 我知道我要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有创伤 哦 那这个第一部分有提到 意识上跟 无意识的部分 那无意识的部分 那无意识的部分 其实呃 呃 这两个部分又再连接到 现在大家会很常知道的一个词 就是所谓的PTSD 我也谢谢齐平心理师很细致的跟大家去 呃 解析跟说明 PTSD他很细致的这个内涵 创伤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讲的一个 一个一个主题 因为他其实可以很抽象 但要讲的具体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下一集 我们下个礼拜 其实要来继续谈 创伤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有创伤了 然后 呃我可能也有PTSD 到底呃他 会对我 还可以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我可以 呃怎么去面对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下周的主题 那希望下周还可以看到你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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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